BNT唱名 李律一小姐有在现场吗 医护人员一一唱名为接种BNT疫苗的民众进行施打 新冠疫情仔细升温 Omocron变种病毒在各国迅速传播 花莲县卫生所9号在美轮清新会 为民众施打BNT疫苗 提升社区抗体 我打第三季的BNT 看到教会有那个卫生所来啊 我就顺便打了 服务那些没有打第一季第二季的民众赶快来施打 为了自己的身体 也为了家人 为了你周遭朋友的那个身体着想 我本身是在那个长照机构 住宿型的机构上班 那疫苗对我们来说就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就在教会这边 所以就近过来施打这样 就想要增加保护力啊 保护自己对自己也好 对对别人也好这样 随着疫情仔细升温 民众施打新冠疫苗的意愿也升高 根据卫生所统计 这次接种BNT疫苗的民众有203人 施打第三季的就有7成左右 医师也呼应民众新冠疫苗尽量都能打满 增加保护力 鼓励大家一起来共同的那个形成全民的抗体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但有几个破口就可能全岛都接有问题 所以说就像这次在那个机场发症的事情一样 也可能连第三季都有可能突破性感染 更何况是打第一季跟第二季 所以至少全民应该尽量打到第三季才安全 除了接种新冠疫苗外 花脸县卫生局也提醒民众 冬天是流感耗发的季节 其日期也开放流感疫苗接种 另外卫生局会鼓励民众接种疫苗 只要施打BNT疫苗或流感疫苗都会赠送保温杯 欢迎民众到合约医疗验所预约施打 原事新闻搞瓦花脸市采访报道